苍蓝爵,钟东方青苍为了小兰花逆天改命,和太岁同归于近五百年后,终于出现了,对着小兰花说,我回来了,一文句终。 但是东方青苍真的复活了吗?还是这只是小兰花的幻觉呢? 看懂琉璃火真相,才明白东方青苍已经没有复生的可能了。 东方青苍为了替小兰花逆天改命,舍弃自己的金身,用元神之力将太岁封印在自己的心海,却因为一瞬间的动摇被太岁占据身体。 眼看太岁之力恢复,众人合力镇压,小兰花一文唤醒东方青苍,为了彻底杀死太岁,她让小兰花杀死自己,最终小兰花用神女之力杀死东方青苍,唤醒了消失已久的上古琉璃火,也就是慈悲之火。 琉璃火燃尽,东方青苍和太岁也被小兰花杀死,从此天地间碎气消失,众人心怀慈悲和爱,这也是琉璃火带来的影响。 琉璃火须经七情八苦淬炼,比夜火还要强悍,夜火就已经是焚尽世间一切了,琉璃火加上小兰花的神女之力,完全可以将太岁灭得渣都不剩了,只是太岁本就没有本体,以元神之力蛊惑人心,又和东方青苍的元神相融合。 想要灭掉太岁,又保住东方青苍的元神可以说难上加难,至于利用古兰复活东方青苍,要知道,当年荣耗三万年复活赤地女子,还是太岁用碎气收集了她的一丝元神,放入云梦泽历劫三万年,加上神女之力才成功。 小兰花的复活是因为大强体内有她的元神之力,可古兰只是骨穴,并不是元神,也就是说她能和活着的大强有感应,但是大强死了,她就啥也不是了,因此只能化成最终形态。 没有元神之力,即使是小兰花,也无法复活东方青苍吧。 所以后面东方青苍回来,应该是小兰花的幻想,就像当初小兰花自枪,东方青苍燃烧元神造出的幻境一样吧。 只是这个大强应该只是幻觉而已,毕竟琉璃火能让走的鸡灼重介绍,也不是走个过场而已。